小廚鳥 哈囉 我是小廚鳥Olivia 今天要做的是 鮪魚玉米三明治和酒醋番茄沙拉 材料有 小黃瓜 玉米 鮪魚 美乃滋 吐司 小番茄 陳年酒醋 橄欖油 將吐司放入170度的烤箱 烤3到5分鐘 我們將烤好的吐司切邊 我們將鮪魚 玉米 和美乃滋 攪拌均勻 用鹽和白胡椒調味 拌勻之後呢 加一點鹽巴 還有白胡椒 可以依個人的喜好做調整 好 那我們的鮪魚玉米沙拉也完成了 我們現在要做 九醋番茄沙拉 首先呢 將番茄切成片狀 撒上海鹽 淋上一大匙的橄欖油 以及一茶匙的巴薩米克酒醋 最後呢 點綴上 新鮮的蘿勒葉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好 我們現在要組裝三明治 先鋪上一層小黃瓜片 然後放上剛才做的鮪魚玉米沙拉 然後放上剛才做的鮪魚玉米沙拉 蓋上另外一片吐司稍微壓緊之後呢 我們用鋸齒刀 將它切對半 這就是今天做的鮪魚玉米三明治和九醋番茄沙拉